大家好 我們來看趙孟芙每日一字 好這個字 是情 情感的情 那 比喚呢 這個 素心旁應該還好變化 然後呢 情 這要記起來 青色的情 大概 就是這樣子 有一點點 變形就這裡 待會可以看一下 再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正開的寫法 首先呢 這一點 左邊一個點 右邊一個點 再寫素心 也有人是這樣寫的 也可以 寫得漂亮都可以啦 我覺得沒有說一定要什麼 所謂的標準 寫得順手都可以 好 均勻對稱 是最重要 這個月稍微開一點 然後間隔 大概一字 剛剛說如果要這樣寫 也 我沒有說不行 也可以 如果您夠寫得順手習慣 未來你要這樣寫 當然也可以 這沒有什麼不行的 但是 現在靈母的時候就 古人怎麼寫 就照他怎麼寫 好 我們現在增加一些連貫性 就是在這邊的一些 比較長的就在這裡連貫 類似這裡 好 左邊 這兩點就連貫的上去 好 這裡 一 二 三 四 過來 連貫 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在這裡 我們要特別我們要特別講一下 王羲之呢 藍庭集序裡面 有一種特殊的寫 反而後來的人比較少 怎麼寫法呢 他首先他這個會這樣子 往右一點過來 我認為是沒有對準 所以 然後 比較要特別注意是 橫畫先寫完 三個 樹畫寫到這邊之後 這裡再寫下面的月 好 這一種寫法呢 後來的人比較少這樣寫 好 所以我在這邊一併介紹給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們來繼續 我們 比較後來都是這種形式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更連貫的寫法 好 左邊樹心旁就連著寫 好 右邊 清 這樣 裡面的月 一點而已 好 這比較連貫 再來就是我們這一個 可以看到為什麼呢 就是 這裡變短 這一根變短 然後拉起來點 那點可以點裡面點外面 都可以 他到後來我們都點外面 好 所以這裡 先這樣寫 就類似這樣 那我 我剛剛說 有時候可以點裡面 但是點裡面比較不好看 所以 這一種 比較少見到 好 那 大部分就像趙孟寫寫 這樣點在外面 來看一下 這裡 這樣 好 這趙孟寫的書寫方式 然後呢 樹心旁有更簡單的方式在草書 我們以前也介紹過 先寫書畫 然後再這樣子 連貫性會更好 這也是介紹一下 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就不要去量點了 就書畫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用毛筆示範一下 這個情字 然後我潤一下筆 有點乾掉了 筆尖一定要潤 很容易乾 現在是大熱天 好 戴上去 轉一圈 拉下來 橫畫 上去 轉一圈 折 加壓 繞 好 按一下 抽 這樣子 至少